酒店大厨炸出的韭菜丸子 为什么颜色翠绿 外焦里嫩呢 许多人在家却做不好 不是出水就是变色 其实是我们的烹饪方法错了 下面郑厨就把详细的制作方法分享给你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让你在家轻轻松松就能搞定 喜欢的朋友跟着视频一起做起来吧 首先准备一把碧绿的韭菜 韭菜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丰富 里面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 经常吃一些会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 接下来我们将韭菜切成均匀的剁状 刀工不好的朋友可以慢一点 小心伤到手 切好以后我们将它装入一个大盆中 许多人第一步就放眼 其实方法错了 我们首先加入适量的清油 这样能锁着韭菜的养分和水分不流失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才是韭菜不出水的关键 接下来打入两个鸡蛋 鸡蛋本来可以增香 而且能使榨出的丸子蓬松萱软 然后我们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面粉 切记不要加淀粉 要不然丸子又刺又硬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半勺胡椒粉 再加入一些十三香 不喜欢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再加入少许的鸡精来提鲜 最后搅拌均匀 太干的话呢 我们要加入一些清水 然后继续的搅拌 最后用你抓起的小手 抓拌均匀 拌得像食品中这样就可以了 切记也不要调得太稀 免得不容易炸制 接下来锅中加入清油 油温五成热 我们用虎口 挤成一个圆圆的丸子 勺子上沾上一些清水 将丸子下入锅中 这样下的时候就不会粘在勺子上了 下的过程中一定要慢一点 小心备油烫到 丸子完全定型以后 我们用罩里轻轻的抖动 防止它粘在一起 这个炸制过程大概需要五分钟 整个过程一定要中小火炸制 将丸子完全的炸熟炸透 这时我们就可以捞出控油 接下来油温再次升高 我们将丸子再次的复炸 这才是丸子酥脆的关键 直到将丸子炸至表面微黄 外面变得酥脆 就已经大功告成 全部炸好以后 我们出锅装入一个盘中 这样一道外焦里面 营养丰富的韭菜丸子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炸出的丸子 放上一天都不会回软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记得关注转发和点赞 非常的感谢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每天会与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千万不要错误 我们下期再见